花花和叶子因为感冒闭关的第15天 现在看不到花花但是可以听到花花的声音 那就一起来听花花的声音再看花花以前的视频 花花是从小到大都喜欢音音叫 而且在闭关的这段时间 只要是谈叶不在其他的奶爸奶妈喊他们 他们都是无动于衷的 包括荷叶也是一样的拉力奶爸奶妈 右边这个视频是他们之前幼儿园的 现在叶子是在劝架 二狗在欺负花花 叶子就过去挡在了花花的前面 本来开始打架的是叶子和二狗 花花就是八卦想凑热了 然后就被二狗给误打了 但是平时二狗和花花的关系都是特别好的 二狗平时也会照顾花花 叶子呢它也是一个小卵兰 平时跟姐姐打了的时候都是有轻重的 姐姐只能自己欺负 其他的熊熊不能欺负 其他熊熊欺负他的时候 他就会保护姐姐 花花平时呢 虽然被二狗欺负 抢吃的 但是他就是爱恋这二狗啊 这么大个院子 他偏偏要坐到二狗的腿上去 所以他们几只打的牢牢是很正常的 并不属于那种特别厉害的打架 如果是真的是打得很厉害的话 花花它是会害怕二狗的 它就不会去连到二狗的 但是花花在二狗面前明显是非常谨慎放松的 它没有警惕也没有害怕 叶子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从这边慢慢过来了 也加入到连二狗的队伍当中 这两姐弟一起都躺到二狗的身上去 不过荷叶躺上去之后 花花好像在后面被二狗给压住了 而且二狗很厉害呀 以一敌二 把他两个都给掀勾里去了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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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